这炎炎夏日什么样的清凉游戏 让台中大甲的阿嬷也疯狂呢 不但点名要单挑小董 让小董输到全身湿透透 就连旁边主持人也无名幸免 带你一块来看看到地有多好玩 以上场就点名要单挑小董 台中大甲的阿嬷真的有够杀 剪刀 石头 布 布 要拖了 要拖了 加油 阿嬷拿起水桶拼命往小董的身上拖 一点也不留情 全身湿透透的小董吞不下这口气 主动再玩一次 头头湿道 要绑回面子 剪刀说布 布 等着 等着 你修修 不要跑 我准备一下 不要准备一下 阿嬷你的标顶就散了 不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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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泼了四五桶水 阿嬷觉得还不够 连旁边的主持人也统统被水扁 不过一群人来大甲除了玩水 当然还得要学学大甲传统手艺 令草编织 你不要误导观众 你这个东西要点长 你看那帽子 帽子先这样编 它先编起来 这个是最后要落下去之后 变一顶帽子 听到没 听到没 农业达人瓜哥真的有学问了 不过正确答案还是要问问阿嬷才知道 这下子换瓜哥糗大咯 看来下次瓜哥在刮别人的胡子之前 得先做好功课 免得又被阿嬷窥说 没拆脱 迷失情文做不到